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如何在手机和电脑上 架载安装这个V2ray 这样一个科学上网的软件 并且的话 免费给大家奉献 这个长久免费使用的这个节点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 来到这样一个V2ray的一个开源网站 那目前它的版本去到6.2了 已经到6.2了 OK我们朝下拉看到 这个地方 我们要下载的就是 V2rayN的一个Core的版本 那我们下载就点这个ZIP 这个版本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93.7兆的这一个 那个更新是两天之前更新的 非常新的一个版本 OK这个下载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 已经下载过了 OK下载以后就是这样一个ZIP的一个压缩文件 选压缩以后就是这一个文件 双击打开它一下的话 就是我们运行双击运行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用这个右键管理员身份运行也可以 或者说直接双击打开运行都可以的 那我这边桌面我放了一个 这个快捷方式 OK我们双击打开它 OK打开以后的话 这个界面就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是我一个测试的一个节点 是我测试的一个节点 OK打开以后大家看到这里有服务器 订阅分组设置 重启检查更新等等的一些的功能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这个服务器这一边 添加自定义配置服务器 然后添加这个 VMS服务器 添加这一些服务器 还有从剪贴板导入 还有这个扫描二维码 OK 订阅分组这一边 就是一个订阅分组的一个设置 包括这个更新订阅 更新订阅 要不要通过代理 设置这一边的话 参数设置 任务器设置 这些到时候大家自行去研究 自行去研究 OK 我们首先演示一下 通过 我今天的话 通过两种方式给大家演示 一个就是用服务器重剪贴板导入 这个扫描按键码 这个我等一下再说 第二种就是用订阅分组的方法 来导入节点 OK 好的 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这一个限时免费的一个节点网站 这个网址的话 我也会在视频下方做一个免费的分享 OK 到了这个网站以后 我们就点进一个getnode no 点进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我们点一下 OK 点一下以后 大家看到 它自动分配一个ID给你 123812 然后它的最快的网速是60到每秒 这个是非常OK的 这个是1月6号现在现在的这个时间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它免费的一个剩余的这个流量 是10个G 10个G OK我们就点这个地方拷费的link 就是拷费这个网址就可以了 拷费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到这个vprint 这个地方来 我们点订阅分组 点这个订阅分组设置 OK 我们添加一个分组 名称的话呢 大比方今天是1月6号 OK 我们就是0106 然后这个地址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刚才那个网址给它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 然后我们点确定 OK 确定以后 大家看到这边已经有一个分组设置的了 这个是它的名字 这个是网址 OK 然后我们再来点这个订阅网址 然后点这个更新全部订阅 我们点一下 OK 点一下以后 你看 这个更新的速度非常快 这边刚才有两个 现在是三四五六七 更新了这个五个 更新了五个节点 那这五个节点到底能不能用呢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选动它以后 点counter a 全选 全选以后我们点右键 点右键 这个地方有一个一键 测试延迟和速度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 它现在开始在测试 OK 大家看到 这个测试 这个速度很快 它的延迟时间也出来了 延迟时间也出来了 延迟时间有了 表示说这些节点是可以用的 OK 我们来找一个延迟比较小的 我们来连接一下看看 连接一下 我们选动它以后 我们点右键 这个地方是为活动服务器 OK 全面这个地方 已经有标示了 标示以后 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漏油 我们也设置一下 它有三个 一个是绕过大陆 一个黑名单 一个是全局模式 我们一般是绕过大陆 绕过大陆的话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国外网址 就通过这个代理去走 国内的网址 还是不通过这个代理来走 OK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选一下自动配置系统代理 OK 选了以后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当前服务器的 真连接延迟是364毫秒 OK 表示它现在已经连上了 已经连上了 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浏览器 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OK 我们点这个YouTube OK YouTube打开以后呢 我们随便点一个高清视频 看一下 OK 我们跳过广告 好了 现在开始播放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OK 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速度 是1000K 1000多K 速度比较慢 1000K 音箱200多K 此时此刻的速度 不是特别快 不是特别快 OK 我们关掉它 表示说这个节点是可以用的 我们关掉它 好的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订阅分组的 这个方式来的 OK 我们把这个几个节点给它删掉 给它删掉 OK删掉以后大家看到剩到之前的两个了 那我们现在演示第二种方法 就是通过这个网址链接导入的方法 OK 我在这边准备了一个链接 准备了一个链接 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 OK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以后 我们到这个Vtrain这个地方来 我们点服务器 然后点 这个从剪贴板导入批量 URL 这一个OK 我们点一下 OK 导入以后 来大家看到 这边导入了很多 我本身是只有两个的 现在你看 现在总共是58个 那等于是导入了56个节点 也是同样的 我们来先测一下它的一个 延迟 我们测一下它的延迟 OK 这个测试速度很快 测试速度很快 那大家看到这个延迟这一栏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延迟这一栏 只要是出现负1的 只要是出现负1的 就表示这个节点不可用 表示这个节点不可用 不能用 那其他的这个红色的440 绿色的162 这个都是可以用的 都是可以用的 OK 打比方我们随便选一个 这个延迟比较短的 这个美国节点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右键给它设为活动服务器 OK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打开自动配置代理 OK 现在这个地方显示当前服务的真连接延迟是521毫秒 好的 我们现在打开浏览区测试一下 同样打开这个YouTube OK 我们还是打开一个视频来测试一下 这是一个广告 我们给它跳过 跳过以后开始播放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是多少 OK 大家看到现在的速度是9900 99 现在是去了12000了 现在我们给它调一下 调到1440 OK 1440速度很快 目前是16000 16000的一个速度 非常的OK 好的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电脑上的就演示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也是手机上的 也是手机上的 我们把它给它关掉 退出 我们给它退出来 OK 接下来我们来到手机端 来到手机端 来到手机端的话 我们用APCAP PURE 这一个APP来下载 我这个是荣耀手机 荣耀手机 没有安装谷歌框架 所以说我用这个来下载 下载之前 我们要先给它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OK 我们打开科学上网的环境以后 我们就打开这个软件 好的 打开以后 我们直接在这边搜 直接在这边搜 直接搜 OK 收缩出来 这第一个就是了 第一个就是了 V2Rain N7 就是这一个了 我们点击安装 OK 还正在下载 我们稍等一下 下载完成 我们来给它安装一下 这个地方说什么来源 位置 不管它 我们继续安装 OK 安装完成了 好的 我们退出这样一个 APP 我们把之前打开的小级VPN也给它退出 大家看到在这里了 我把它拖过来 下载完成 就是这样一个 好的 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打开以后 就是这样一个空白的页面 空白的页面 那这一边的话 也是订阅分组设置 设置 什么东西的 然后这边三个点的话 这边也是一些服务的重启 包括导入绝点 什么东西的 OK 我们同样的用两种方法 来测试这样一个V2rayN 同样的 我们打开这样一个 我们复制这样一个网址 复制这样一个网址 然后我们来到手机的界面 我们来到手机的界面 这个地方点三个点 这个订阅分组设置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 我们点右上角的加号 OK 备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随便选 打比方也是0106 OK 01060 OK 随便 这个地方的地址 这个地方的地址 我们就把刚才的地址 给它粘贴上去 粘贴上去以后 我们在右上角 这个地方打勾 OK 打勾完了以后 我们倒回来 倒回来 倒回来以后 我们点这个三个点 点三个点的话 我们点最下面更新订阅 我们点一下 OK 我们点了更新订阅以后 大家看到 这边有 5个节点 有导入5个节点 12345 这5个节点 我们怎么知道 哪个可以用哪个不能用 哪个速度快 哪个速度慢 OK 同样的 我们点右上角三个点 然后这个地方 测试全部配置真链接 我们点一下 OK 点一下以后 大家看到 右边这个地方 我们放大一点 右边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什么 它的延迟的时间 这几个节点的延迟时间 都是蛮长的 另外这两个节点 是-1毫秒 这两个节点表示是不能用的 OK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 打击方就选第一个吧 选第一个 我们选了以后 我们点这个地方一个V字 它说要有一个连接请求 我们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以后 等它旋转完毕以后 这个地方显示你连接 点击测试连接 我们点一下测试一下 这个地方显示失败了 显示失败了 没关系 我们换一个来试一下 打开我们换第二个来试一下 OK 大家看到 连接成功以后 测试成功 原时1603毫秒 OK 表示说这个已经连接成功了 我们现在的话 打开浏览去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OK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视频测试一下 OK 我们先看一下 它现在的一个速度是多少 自动720P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OK 大家看到现在的速度是多少 是6000多 6000多克的一个速度 OK 我们拖动一下 那快进一下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现在是去到多少 11000了 现在去到11000的速度 表示说这个节点还是可以用的 我们正常看似没问题的 现在去到12000 OK 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 关掉以后 我们把这个断开 断开 这个刚刚试的第一种办法 就是从订阅这个地方 给它导入了5个节点 我们现在把它删掉 我们现在把它删掉 删掉 好的 删掉以后 我们现在来 试第二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 就是从 粘贴 那个地方导入节点 那就是这一个的 我们试一下 这个 我们给它粘 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完了 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点这个加号 然后 点第二个 从剪贴板导入 导入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地方 给它更新一下订阅 OK 大家看到 这边也有4个节点 这边也有5个节点 成功导入5个节点 我们同样一样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OK 很快 已经测试了 它的一个 原时 我们也来测试一个 随便连接一个看看 这边显示连接 我们点击测试一下 OK 连接成功 原时要是66毫秒 OK 我们打开留言区 我们还是用这个视频 来做一个演示 做一个演示 我们点击它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速度是多少 OK 我们看了这个网速是1万 1万多开 1万多开 目前它的清晰度是1080 OK 我们关掉它 我们关掉它 好的 最后给大家说一个 这个就是这个节点长期免费白嫖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怎么样 是只有10G的一个流量 只有10G的一个流量 也就是说你拷贝这个链接过去以后 它整个节点就只有10G的流量 这个流量用完了以后 那这个节点就等于是做废了 等于是做废了 那么有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长久的用这个节点 OK 大家看我操作 有办法 我们把这样一个网址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浏览器这个地方 我们进入无痕浏览的模式 OK 我们再把这个网址给它粘贴上去 OK 我们再点这个地方点一下 好 点一下以后的话 这个地方又是10G 大家看这里就知道 这里是12393去 对不对 这个ID 对不对 那你看我刚才的那个 刚才那个ID是多少呢 刚才ID是123812 对不对 123812 那无痕模式这边 大家看到 是123937 123937 这个号码长得很快 表示说这个使用者非常多 使用者非常多 那么你在这个无痕模式下 你打开一次了 它就给你10G 你再打开一次 它又给你10G 它又给你另外一个这个ID号 又给你10G 所以说通过这个办法就连绵不绝的 可以一直用下去 一直用下去 免费白嫖 那对于有一些不想这个 华家买居上的小伙伴 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看视频到这里 基本上介绍完了 就介绍了这个电脑单跟这个手机端 分别用两种方式导入节点的一个使用方法 OK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